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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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不错 嘿 大家好 欢迎回来老金的频道 我又待到了熟悉的老地方 狮子岛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我被这种浪包软件 被诱骗到一个地方 然后等浪 不过还是那种感觉 浪暴力我千百遍 我却带他如初恋 希望他今天这一次给我准一次吧 然后现在差不多才3.38 我准备开启我这个车的睡眠模式 休息一会 我再看看黎明时候的浪到底怎么样 还真的挺不错的 虽然没有浪暴预测的那么高 但也还是ok了 这里我就来讲一讲 来冲早浪的第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没有人跟你抢浪的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我现在过去马上要换一下装备 吃点东西 开始干浪 哎呀 现在来吃早餐的时间到了 来一个消化饼干 和一个干浪必备 我觉得早起干浪的人的必备产品 你磨爪 就任何功能饮料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我还要给 为什么要吃消化饼干 要给大家就是冲早浪的朋友 一个建议就是 千万不要在冲早浪之前吃任何 比较重口味的主食啊 或者也不要吃太饱 这样子如果浪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风比较乱的时候 会晃得比较厉害在海里面 这样子会把你吃的东西可以晃出来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在吃之前一定要把蜡给打好 这样子才能方便干蜡 嗯 赶紧的 就刚刚我一会拍摄的时间 就有一个人已经截除仙灯了 我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了 赶紧去冲起来 我现在说 今天是我们的短板 所以不要换一下长板玩意 太暖了今天就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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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还是不错的 你看一通脚上 风响浪还不错 但是就不太适合短板 等一下再给你们讲 第三个优点 冲完了 因为现在要赶回家 家里面做的饭 所以就直接在车里面给大家说一说 最后的一个优点 还有总结一下 最后的优点就是 既然人少 然后浪也还不错 就自然就会很适合这个拍摄 这就是它的第三个优点 最后的总结一下 我还是很劝 或者说很建议大家去多尝试一下冲早浪的 尤其是在某一些 我以后可能要讲到一些冲浪地图的一些浪点的时候 是一定要早上冲的 要不然你就不会有好的体验 然后大概就这些了吧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还算比较有用 因为带里浪这个系列嘛 本来就是讲一些小提示 小贴士什么的 并不像充当地图啊 或者说拍里浪会稍微有一些制作在里面 这个更 带里浪更像是一种Vlog的形式 好 如果大家喜欢 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至少点个赞吧 如果可以的话 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